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央市政府103年的公务总预算遭到高雄市议会删除了近57亿 并且是质疑这个预算浮边再留子孙 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从我右手边地位开始介绍 我们来欢迎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者陈奕琪 奕琪您好 主持人蓝军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奕琪 蓝色的秘书长 谢谢继续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高雄市议员陈振文 陈奕琪您好 蓝军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周灵文议员您好 蓝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高雄市政府副秘书长 简正成 简副秘您好 蓝军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谢谢 是 那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简副秘呢 他在原高雄县政府时代是担任所谓的财政局长 那当然对于县市合并前后 双方的一个市政府的财力状况是如何 掌柜的稍后要请您来跟我们大家来说明一下 那当然这一次在市府的总预算案的这个部分被删除了近57亿 一般民众对于这个数字听起来 哇57亿也天文数字 但是话说回来议会有说 这个57亿虽然删除了 但是呢其实总预算还有将近九成可以让我们市政府来做一个运用 应该不至于就是说影响太大 而且这个钱他们认为都是删在刀口上 那至于我们的预算有没有编在刀口上 有没有花在刀口上呢 简副秘你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好好地报告一下 好 谢谢 这个我们高雄市政府今年度预算是编列总额是1326亿 1326亿 那议会呢这一次删减了57亿 税率删减了57亿 税率删减了将近3亿 那57亿占我们刚刚讲的1326亿才占4.3% 也就是不到5% 那就说还有95%多 也就是还有将近1300亿可以用 市政府有什么困难呢 那在这边我必须要跟各位市民朋友要说清楚讲明白 说清楚一下是不是要看一下这个图表 今天这个负密有带档案来跟大家秀一下 我们是不是请导播来帮我们秀一下 今天减负密为了要让我们市民朋友看到了 这是我们就是编预算就是收入要等于支出 这是普天的一个原则 这样才会平衡 那我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 我们刚刚我讲了我们的总预算是1326亿 那一般来讲就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经厂支出 什么叫经厂支出 就是我们一般社会福利 还有公务人员 老师的薪水 这些人事费退休金这个就是经厂支出 另外一种叫做资本建设支出 就是做一些大工程小工程道路 桥梁这些大大小小的工程 就是资本建设支出 那经厂支出就占了1,101亿 占了83% 那资本支出225亿就占17% 一般每个县市政府中央也好地方也好 都是这样的编法就经厂跟资本支出 那我刚刚要跟各位报告的就说 议会认为 议会认为说才删了57亿 才4.3%而已 为什么还有将近1,300亿 高雄市政府一直觉得 好委屈 对 这个没有办法再对动 那我要跟各位讲 问题在哪里 这4年来我们市政府 在议会的要求之下 我们逐年就减债 就是债务不能再扩张 就逐年慢慢就减下来 那要控制这个债务 相对的中央的补助也没有增加 也就是一直在减少 所以我们必须在很紧缩的状况 来编这个预算 那我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简在各位看 这等一下我再详细说明 我先讲我们1,300多亿的内容 我跟各位说清楚一下 那我刚刚讲的 经常支出的1,101亿里面 有1,021亿 就是所谓的法定支出 什么叫法定支出 我举例来讲 就是法定必要的支出 这些都是三不得的 我为什么讲三不得 这里面主要的内容 包括什么 我刚刚讲的人事费 老师 我们高雄市有很多老师 警察 公务人员 这些老师 公务人员的薪水 要多少 我跟各位讲人事费 要600多亿 就占了将近一半 1200多亿 占了48% 将近一半 就是这些老师的薪水 公务人员的薪水 还有警察的薪水 还有退付金费 我跟各位讲 我们一年的退休金要120亿 还有跟各位讲一笔很大的数字 就是18% 18%在后面 我们一年要编46亿 这18%当然是早期的老师 早期的公务人 就是一直讨论 还没有解套的一个问题 对 好 我在讲 还有一项很重要 就是社会福利支出 就是很多低收入 低收入户 还有中低老人的 还有这些残障朋友 这些补助 一年就要126亿 这一项 如果把它删了 这些我们弱势的民众 该怎么办 还有一项也很重要的 就是很多老保 健保 还有国民年金 这些社会保险 就要101亿 这些可以删吗 我跟各位讲 真的这些所谓的 11001亿的金账支出里面 我刚刚讲的这些 我刚刚讲的这些大象加起来 就1021亿 就剩下80亿 各位一讲 那80亿是 还是很多 听起来还是很多 我们市政府要为民服务 我们有200多个机关 这些机关 他们办公要不要这些费用 剩下81就是200多个机关 在基本的运作经费而已 没有这80亿 这些公务人员怎么办公 这是金厂支出方面 那资本支出我刚刚讲的 225亿 就是大大小小的建设 包括捷印的建设款 还有我们现在轻轨在做的 还有一些民众比较贴身 挖水沟 修马路 还有公园 绿地 这些都要 对 这些通通要 这些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225亿里面 其中有101亿 是属于中央给我们的补助款 还有配合款 这中央给我们的钱 我们能够算吗 各位想 225亿如果扣掉这101亿 那议会说要我们删54亿 就除了他们已经删了 将近3亿 两位议员在这里 那54亿占124亿多少 44% 那代表什么 就是说如果要从这124亿 是市府自丑的这些建设 那我们市府就很商扰 到底要砍哪一项建设 砍哪一区的建设 或是我通删 我说刚刚44% 每一项都做一半就好 这样可以吗 当然是不被市民朋友所允许的 那做事情做一半 但是话说回来 就是说这些钱 虽然这样子听 简伏母一路报告下来 好像都删不得 但是站在我们议员 要替我们人民的这个荷包 做把关的这个部分 真的删不得吗 也是现在大家外界所质疑的 你这个东西到底是 所谓的这个钱编下去之后 有没有它的一个效益 有没有落实执行的这个部分 虽然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的 是民进党团 就是执政党团的议员 但是你们在进行把关的时候 难道都不会有 就是说任何的意见吗 当然这一次被删除的这部分 你们会觉得说 护航不利没有捍卫成功 林文你先说 好 这个刚刚我们的简伏密 他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财务专家 他虽然是用那个法定的解释方式 跟我们的市民 报告一下我们现在预算的状况 但是我最近都用白话文在那个福人社演讲 我都很直接开中民意 我每一场演讲我只要告诉我们的市民说 我们的市政府的预算有1300多亿 没有错 但是很抱歉我必须告诉你 900多亿是用在公教人员的身上 而且这些是天王老子 谁都不能删的 这是国家预算法规定的 那大家听了都会哇哦 那我就告诉大家没有关系 公教军公教这个政策 是国家长期以来的政策 他是不是改革跟他的未来 他用掉我们多少纳税钱 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 对将来我们的国家怎么去调整 这是一个中央的政策 我们今天不是要检讨 但是很抱歉 你必须要知道你缴的纳税钱 几乎八九成 他就是在养军公教人员 OK 那所以呢有200亿 220亿可以用在高雄市民每一个人的身上 这中间就是包括我们这一代的公共建设 市政府这几年就是用这么少的钱 每一年打造高雄市在世界上成为一个非常棒的宜居城市 我们其实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第二个用在谁身上 用在现在的每一个大任成员的身上 我们一些产业的最近这几年来 我们很认真的一些招商 我们一些国际观光的能见度 第二个用在谁身上 用在你的下一代 我们所有的学校 小孩子的教育经费 学校的兴建工程 全部也在这里 还有所有市政府用在你所有妇孺 跟老人家的福利身上 很抱歉 也是就是这200亿其中的一部分 比方说我们老人家的装甲牙 那现在我们的妈妈生小孩 我们有市政府的补贴 OK 那还有一点是现在年轻妈妈最喜欢的 就是因为现在的薪水比较低 大家又期待有公共托婴 你看高雄市这几年做了多少公共托婴 很抱歉我告诉你 通通就在这200亿里面 所以这200亿呢 三了57亿 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影响 它就是对你有影响 那刚刚蓝俊有讲到说 当然在这一次的我们三是 已经几乎是政党对立了 那我常常讲 举债建设跟再留子孙 它就是一线资格 单看你怎么看 现在这个城市急需这样的建设 而且举债建设其实是全世界 所有的民主国家城市的领导人 通通都会用的方法 因为它可以创造下来的经济循环 其实是远大于你是一个保守的 那当然在你说 正在三预算的人 他说是为了后代子孙的利益 但是我刚刚有跟大家举例了 200亿三掉你57亿 很抱歉你就是会受影响 因为这一段时间 我们真正面对的状况就是 这一些三掉的蓝军的议员 他们其实自己都已经贴到铁板 就说他们在三你57亿 但是他们出去以后发现 好像是有砸到自己的脚 但是他们会回来议会自己发言取暖 他会说市长那个市政府我跟你讲 我删了你57亿 但是你教育不能删 好啦第二个站起来 我虽然删了你57亿 但是老人福利很重要 你不能删 第三个站起来 我虽然删你57亿 但是下一代很重要 用在下一代身上的钱不能删 好啦再来一个 那个脚踏车运动休闲很重要 我虽然删了你57亿 但是市民的健康不能删 那我请问你57亿删什么 我请问你57亿删什么 可以删 其实以往我们过去三年 蓝绿的议员在市政府审预算的时候 我们都会删预算 不是只有蓝银 绿银也会删 我就是第一个在市政府里面 删两亿交通罚款的民意代表 因为我觉得你市政府的交通罚款 越编越高 你不需要抢民众的钱 抢那么多 而且通常都是到了下半年 或者接近年关的时候 拼命开罚单 我觉得有些事情你是可以做 你是可以删的 但是这种毫无理性 就是直接删掉你57亿的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一个政治的算计的行为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 在我们现在比较面临困难 那也需要让我们的市民朋友知道 它就是会影响你的生活 好 谢谢林文 那这一次呢 被删掉的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有看到就是说 这个部分主要是针对市府编列 15亿8千万的交通罚款的收入 然后呢 但是被删掉的部分是主张删掉5亿元 我们稍后也要请我们的这个 副秘书长来聊一下 这个调整的这个部分 那郑文你怎么看 我是代表原高雄县的议员 我想为原高雄县来说 居民来说一些话 我想国民党议员在这一次三预算高喊 世代争议 那我想问这些国民党的议员 过去三年 你怎么没有世代争议 今年要选举突然要世代争议 那很明显这就是选举的操弄 刚刚简负名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 我想说再用白话一点的 让市民朋友能够更了解 这次删除57亿的影响 到底是什么 常常有国民党的议员说 1000多亿我只删了你不到10% 50几亿 那只占了4.3% 那你们还有很多的预算 可以去做建设 但是你可以晓得 刚刚说的一般性的支出 那都是没办法 那都不一定要资出的 就是郭文英文 直接领这些的薪水 那就占了1326亿 那不好意思 总共编了1326亿 但是这些经常性的支出就是1000多亿 那3.57亿 我们可以做建设的 总共是225亿 就是44% 所以他刚刚讲说 国民党议员在讲4.3% 其实是错的 其实是删了我们建设的44% 那我在议会 我就把他们删除预算 我国民党的议员看到了 就跟议长讲说 要把我送基力委员会 所以我说乱讲话 我 现场我就跟议长说明 我说如果你认为说 你删了这57亿的税入 不会影响这些建设 好我跟你道歉 那如果影响了我选区任何一个建设 你是不是要负政治的责任 我认为做一个负责任名义代表 应该要对你议会的表决要负责任 我们都是具名表决 你删了这57亿 我比较简单的用岡山地区的建设来说明 岡山有两条新建的道路就会受影响 典保溪的整治即将快完成了 大家要晓得桥头在县市合并之后 我们岡山地区以前是很会淹水 县市合并之后水患减少 可以说淹水的问题已经改善了 今年因为典保溪整治的预算被影响 因为你删了57亿的预算 那我认为说今年的雨季 台风季来的时候 我们桥头地区 岡山地区淹水要找谁负责任 不是找城局市长负责任 你要这57亿是谁删的 当初你们这57亿是谁删的 应该去找这些议员去要求他们说 你要负这些的政治责任 所以我想不在乎是 不管是这些建设经费还是活动经费 他们删了还有2.81的活动经费 我特别要说明 过去原乡的 原高雄县的部分 我们经常会有一区域特色 什么叫一区域特色 我们在燕巢盛产巴勒枣子 在这个产季的时候我们会办一些活动 再让市民朋友知道说 我们这个季节到了 我们可以来买巴勒枣子 我们花了几百万的活动的经费 但是可以创造出好几亿的经济产值 帮助这些辛苦的农民 在过去一年中 辛苦的播种现在可以收成 可以让市民朋友可以来尝鲜 不管是大树的荔枝也好 我想还有子官的乌鱼记 弥陀的师母鱼记 我想这都为这些当地的养殖渔户 可以产生很多的经济效益 但是这些活动现在都删除了 这些活动删除影响是什么 影响就是未来这些农民渔民的生计 所以我想关于这一次议会统三的57亿 跟这些活动经费 对我们原高雄县的建设 事实上是影响是非常的大 因为蓝军我要跟你强调一件事 钢山的下水道接管率目前是零 目前下水道接管率是零 下水道接管率一般是 我们对于这个城市进步的一个指标 那我们现在正要建设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突然预算三的57亿 你说钢山下水道怎么办 但其实就是这里面忍不住 还是要提问一下 我们一般百姓对于这个根本没有审查预算的机会 但是国民党团这边有提出声明 就是说他们开宗谜的就讲 这一次要强调的是有关于防洪防灾定方建设的钱 他们一毛都没有删 但是刚刚从各位的一个谈话当中发现说 其实好像听起来其实它是会有影响的 因为我们从这个财务结构来看的话 就觉得有 其实好像又删到了 那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双方面的一个不同的说法 那当然刚刚林文有说过 举债跟建设一线之差 那看怎么样去做一个民众自然心里面 就会有一个公平看得懂的 或者知道哪一方面比较有理的 当然大家可以来好好讨论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现场了 您是我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者 您来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 我们刚刚出席的议员有特别讲到 他们是政治人物 当然这个敏感度 sense会比我们一般人来得更高敏感度 他真的是因为今年要选戏了 所以这个医生的问题 叉开好像就是一开始就有这个暴点 你怎么看 安静 你说到这个 我刚才议员其实说到很极致的东西 包括说到一条的医生可能会受到影响 刚刚我们的减负密也有说到 我们的钱就是这样 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开的钱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你删除五十七亿就会 可能会做成很大的运作上 我们的市政上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高雄市的议员 还是说我们地方生的议员 我们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理论上 他如果说到那个 我们真的议员很差别 就是因为我们都会经出议员 所以我们常常走路上 都会看到某一个议员 说我打出这个勘反 说某一条医生是我政策 对 政策我的建议 是 这个建议是我政策 所以议员理论上 较买 蓝参来说去台读一个医生 所以这家国民党很厉害 怎么很厉害 他是用税入做统三 至于说税出要哪一条 你民进党的政府要自己承担 所以这是一个 我认为很高兴的政治算计 所以我们头头有说 既然地方生的那个议员 他们都会够报到北方 说什么医生是我政策的 什么建议是我政策的 所以他去删除的时候 又怕会去挡到 可能他选择里面的那个医生 倒在他去障害到他的参名 障害到他的参票 所以理论上 他是不理性的一件事 OK 他是不理性的 但是他现在做这个动作 他就需要改罪了 他既然是一个不理性的行为的时候 他现在要做这个删除 他就是一个政治动作 所以他绝对有政治算计 我们待会再来说这个政治算计 我刚才说这个议员 刚才他说到 说到很差别的一个东西 说医生的这个问题 尤其台湾的这个地方灾情的问题 可能大家一般台湾人 可能较不了解 其实 医生到底有债留子孙 还是举债建设 这牵涉到什么 你的偿债能力 你一个生肆发展得好 你的偿债能力的管 所以举债没什么问题 他不可能有债留子孙 但是你的偿债能力也不好 OK 你举债管有可能的破散 待会我们的附密在这里 看看我们的偿债能力如何 帮我们看一下 对对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当期以来 我们的蓝白的差距 导致于我们高雄市 比如说我记得 五吨期以为 休矿年开始到休班年 你看我们高雄市很萧条 有没有 到萧条到休班年 那个社长庭做市场 高雄市开始 我做一个在地的高雄 我开始说高雄市有一些变化 他可能做一些建设 跟过去不一样的思维 但是 这个东西说我们高雄要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中 他要建设 他要投资 他要投入资 不管是他举债 建设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倒地到他的经济 比较好 他跟过去有些不一样的发展 这样他是不是长占能力太好 所以一定要投入 投入 投入这个建设的这个经费 但是因为长期以来 整个那个 縱北青南的资源 其实大部分都在台北 所以我们南部 其实是去用犧牲的 尤其过去 我们六零年代 我们加工出口区 七零年代 我们是那个重工业 到八零年代台湾的 高雄的商业就消掉下去了 到九零年代 整个都没有建设 所以到小中庭起来 到丹丘民进党的政府起来 他开始有些变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当然有可能会 花很多钱 第二我说一个东西 其实台湾的这个地方财政 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 台湾的财政的问题是什么 台湾的债留子孙是中庸政府 怎么说是中庸政府呢 因为中庸政府 比如说我记得去年 欧子供台东市市长欧子供 他说一句话 他说我们的地方的债务 比较八千三百亿 但是我们的中庸债务 是十几条 所以这种债务子孙是中庸 像我说是中庸很简单 是因为台湾 我记得 我才有一个素棋 让大家看看 我们就知道 我们在1993年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在1993年的时候 台湾的地方的税入 就是可以收到的资 6700几亿了 但是呢 4682亿到2012年 2855亿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其实台湾虽然民主法 对不对 台湾开始都自低起来了 但是我们的财政管理 财政管 税收的钱 其实都给中庸 反而给中庸拿去 所以台湾收的钱 越来越少 但是随着台湾的建设 越来越多 所以他开的负债也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我记得一下就好了 刚刚有说到 什么 以前的问题 散不得没不对 如果我们要说 我们的债务子孙 我记得一下就好 2,700年3月6日 日本北海道西藏寺破散 破散之后 他就是要进行财务重建 整个地方政府的财务重建 财务重建 财务重建 很简单 一件事我们高雍市政府 原来不是我们高雍市政府做的财务 他台六成功夫人员 把他抬头 这个知识级大 流人员 纯四成 他的薪水同四成 这就做得起来 我们的人数款 他可信他 这有公务人员的权势 他有禁用保护办法 权势的问题 那不是我们政府的 所以你要去所谓的 国民党 我记得他们国民党出 说高雍越来越散 世代正义 债留子孙 他担当局都没有为到 为到高雍的财务财政科务 我记得这个就好了 这个东西不是高雍市 有法度的 你叫他开源 你叫他截流 要什么截流 第一件事就要砍工人员 你做得够吗 做不够了 台湾的政策也做不够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 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地方的财政 主要的管理 重要的情形之下 台湾可以发挥效果 效用 而且甚至于 南北差距 所以我们只要加強 我们高雍市的建设 提高 提高它的经济发展 提高它的常载能力 这样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我认为 这是很不理性的一件事 是 是这样 我们刚才听到 听到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一次 删的这个预算的部分 当然有没有调整的空间 等一下我们还是要请教 减夫米 真的没有调整的空间吗 历年来我们都是有这样子做一个删除的部分 但是刚刚减夫米就讲到了 我们被删除的这个部分 经常性支出这个僵化的部分 是八成以上都不可以动的 那其他的刚刚就是 我们议员争取的相关的经费 这些怎么删 所以说你这怎么一个调整的这个部分 然后相关的问题 还有没有办法解套呢 那我们等一下还是要请教在场的来宾 我们共同来想办法 节目进行到这里呢 我们先稍坐休息 请大家喝杯茶 稍后继续回到高雄现场 哇 新家哦 妈 上车吧 会记得她洗了的时候 常常让我烦恼 所以我一定把她沾住 希望让她最好的保护 她说现在她大了 我让她让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哦 我知道 她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 仅控幸福的依赖 乘车请系安全带 人生不尽完美 随时都有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 而心情不好 给予她们多些关怀与帮助 别让忧郁变成病 顺手蒸灵前 快乐在兴田 快乐在兴田 自杀防治需要你我的参与 用心聆听伸出援手 做好一问二硬三转戒 你我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0800请帮帮救救我 能简单新生活 鞋马步行间保健 每周一天不开车 雪车用车助简单 冷气控温不外泄 自备杯快霸雨带 多吃蔬食少吃肉 即用资源顾地球 皆能省水更省钱 水手关灯拔插头 行政面环性保护书关机灵 希望大家在台风豪雨期间 减少外出 并避免行使山区道路 可是 如果遇上紧急事件 上路前可上网查询路况 行车时一定要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 避免行经危险互断 还有简单的避险小口诀 那就是公路拼看亭 而且要留意并遵行 可变资讯标志 或公路单位的指挥 台风豪雨路况超普掌握 民众减少上路远离灾祸 欢迎您持续锁定高雄现场 跟我们一起来关心在地的焦点话题 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共同来关心的是 高雄市政府的财政的状况 到底现在的状况是如何了呢 当然今年103年的总预算 从去年定期会 省到现在第7次的定期会 即将要召开了 但是大家很觉得很急很忙乱的 就是说 这个总预算删除了这个57 要怎么样来解套 有没有翻案的机会 这个3到底有没有 就是说3到这个 3到这个替我们人民的 这个荷包来做一个把关 那是不是市政府 到底有没有把这个预算 花在刀口上 这是我们民众所关心的 想要了解的这个部分 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 我们听到这个简负密 他很具细名义的跟大家报告 就删除了这个预算的部分 其实是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委屈的 那这57亿可以说是都没有办法去删 但是议员这边有不同的看法 其实他们是有删过预算的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继续来问的 刚刚我们的林文有提到 其实过去你有提到 针对这个交通罚款的预算部分 你有抬两亿对不对 对那这一次删了五亿 那这个部分会有什么影响呢 傅秘 有没有乱编 人家都说 你这是把人民当作这个提款机 对对 我在这边要郑重的声明 高雄市政府绝对没有浮编预算 也绝对不会把我们的市民当提款机 我要郑重声明 那这15亿怎么来的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市民朋友讲一下 那就以这个交通罚款来讲 我想高雄市政府编这个罚款 它主要的目的是要加强取缔酒驾 这些恶性的交通违规减少重大的交通事故 来保障市民的生命跟财产安全 这是我们的目的 各位想一想 我们原来是编15.8亿 其实占我们总预算才1% 绝对不是把市民当提款机 而且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我们编的这15.8亿 事实上我们是核实编的 因为这两年我们各位查一下 去年前年我们就是说15亿16亿 所以我们编15.8亿是按照往年 就前三年编的这个实际收的状况 我们编15.8亿 我刚刚讲的 这个收这个钱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那些酒驾害死人这些 如果你不处罚它 你看以后我们的市民的财产安全是怎么样 而且我一再强调真的才1% 不是把人民当提款机 所以我要郑重声明 而且不是湖边也没有这样的意思 然后他们还说高雄是编的最多 这个我要特别澄清 我有一张表可以秀出来 就以我们现在讲的六都 包括桃园各位看 我们编15.8亿 我们不是最高的 比我们高的有新北市编的27亿多 还有台北市还比我们多 它16亿多 其实台中是只少我们0.8亿 8千万 对对我们是排第三 但是我们各位看 我们的人口是排第二 新北市比我们多 然后我们的车辆数 我们也是第二 所以我们并不是编最多的 我想各个地方政府在编这个 应该跟我们一样 都是核实编的 所以我要特别强调 真的我们市政府 没有把人民当地管理 我要强调 真的是为了我们人民财产的生命安全 我们重点在这边 而且我们前两年就是说这么多 我们是核实编的 好 谢谢简负密 補充一下交通罚款这个部分 好 来 林文你说 大概是在五年前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的交通罚款的收入 是大概编在13 4亿左右 大概五年前 五年前 但是那时候我提出要三二亿 其实我们每一次要去三亿比预算 都有它后面带来的意义 当然交通罚款 民众听了都会觉得 一开始听都觉得好高兴 你在替我省我的荷包 这样子 那时候三那两亿 其实是针对那时候的脱掉 大家要有印象 当年的脱掉 之前的脱掉就是车子进场 你就是除了你的罚金 一千九之外 你还要再缴两百块的保管费 那时候停车又很难停 对 那一次我是用三两亿来凸显 希望我们市政府给委外的停车合约里面 市民的车让你掉走 第一个小时以内 我来牵车 这两百块我不用付 因为我第一个小时 我第一时间就敢来 你根本没有停车保管费的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凸显 但是这五年 我觉得简赋密讲的 其实我也请市民 大家平心静气 回来想一想 当我们从前几年开始 重视酒驾的新闻到现在 其实所有的市民 台湾全部的人民 都举双手重罚酒驾 其实这几年 这几亿的罚款的网速上升 是因为所有台湾的 所有的县市政府 都极力严格的抓酒驾 因为酒驾一抓大家 大家听到他罚六万九万 大家都觉得就是一个爽 那当然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在市政府 也是稍微要做一些拿捏 就是说当然对民众来讲 最好你就是不要 你就是不要收到我的钱 这个是最好的 那当然就是前提自己不能违法再先 那当然这个 当然今天减负密来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觉得有一点牵强 因为其实我们很想要问的就是说 你这个交通罚款的取缔收入 跟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降低 相关的交通事故呢 因为讲嘛 你主要是要让我们的市民朋友 能够守法 然后取缔不法的部分 那不法的部分有没有降低 就是说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罚款 做这样子的预算 我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话 可能我们就很想看一下 那我们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一般的交通事故 是不是有降低啊 违法建筑 是不是有下降的这个部分 铺密要补充 我说一下 因为这个刚好我在看公文有看到 一般来讲就是重大的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 就是A1 什么叫A1 就是发生事故之后 24小时造成死亡了 叫A1 依据我们警察局给的这个资料 因为取缔酒驾重罚之后 我们去年度 整个去年度 这个造势率 就A1的造势率降了将近20% 是有这个效果 我跟各位报告 对因为其实还是要跟大家就是 其实要语重心常人讲一下 这种交通事故真的它是意外 但是就真的很担心它是因为 酒驾或者是一个不小心 这样发生的就真的是很让人 意气要补充 是 不过讲到这个东西 我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说那个 其实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研讨会 在欧洲 因为我在欧洲念书的时候 参加一个研讨会 然后在讨论那个整个地方的 那个整个税收 就地方自理的那个税收 那因为刚好有一个学者 他做台湾研究 他发现台湾的税率 事实上总体而言是很低的 可是他发现说台湾总体税率很低 是因为富人太 台湾其实是富人 那个低税的 你是说好人还是富人 是富人 我不是男人 是好人 是好人 有钱人 有钱人 台湾是有钱人的 那个整个低税天堂 那个已经是世界上 可能是倒数前三名了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呢 台湾的总体税收 其实事实上是不足的 总体税收是突立于那个 比如说台湾有七成以上 可能是那个受贡者 他们自己的那个所得税 所以台湾是税收是低的 可是他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台湾政府用很多 临时的那个 他其实是用罚款 或什么的东西 来补充税收 OK 这个东西当然不叫税 他可能是那个 有很多很多的名目 可是台湾的这种名目 特别多 所以交通罚款呢 他编的话 其实还是牵涉到 人民的感受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说税收不足 反映着台湾的富人 就是说磕税太低 那第二个东西是 那个中央扣留了太多的 那个整个税收 然后在整个统筹分配的时候 其实没有下放到地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所以我们今天去的 比如说要去变交通罚款 还是要找一些名目 其实那都是反映着台湾的税收结果 其实现在已经严重的失衡当中 我想可能大家要去 有这个角度去看 因为学者说的是这样 谢谢义企兰 你的意见给大家来输客一下 那郑文 我想来补充一点交通罚款这部分 我们从交通罚款这次来看 我们议会这次预算的讨论的过程 事实上这个删除这五议员 很吊诡 民进党议员是赞成的 没有反对 那我认为说 透过充分的讨论 我们理性的删除预算 这本来就是议员的职责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统357税入这部分 是国民党跟莫董的董牌 蜡酒安的大刀一挥 把57给删除掉了 这57删除掉 发生什么可笑的后果 隔天要办高雄国际马拉松 甚至有国民党的议员自己也 报名了这个马拉松 他不晓得57删了之后 他明天要参加的马拉松 他没办法去跑 这多可笑 然后议会后来就 议长召集了许多的相关单位 体育处来协调说 我们赶快用市长的动二 议会可以侵犯到市府的行政权吗 你可以去要求市府 去用动二的经费 来支应这个活动吗 这是市长的权利 那你被删除的预算 可以回复吗 可以去这样子 像预算可以再做充分讨论 来做删除 我觉得在议会 应该经过充分的讨论 理性的删除 而不是像这一次税入这样 我是大刀一挥 那后来有很多市民来澄清了 那你再用各种方法来回复 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好 谢谢郑文 那其实可能市民朋友会觉得 听到这里会觉得 那奇怪了 我们预算既然是预 那就是提早要做准备的意思吗 那就是说 一年度要办什么样的活动 可能市政府早在之前就知道了 他不可能昨天才知道说 今天要做什么活动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提早一年 来做相关的这个预算的准备 那活动都已经安排好了 那预算也送到我们议会来 这边有我们的这个议员来带为 做这个帮我们看这个预算 帮我们审查这个预算的部分 那这些预算还没有过之前 那你活动就要开始举办了 那这怎么办 有没有讨论的一个空间 那当然就是说 也包含了我们马上 这个定期会要再次召开了 那可能市民朋友听到这里 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难道你们 都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窗口 协商的机制 讲一下都快要办了 这些活动 你还没有钱那怎么办 好像就是眼看让他报 但是还好又想到办法应急 来 林文 如果蓝军要讲这个活动的部分 其实也跟市民朋友报告 我们的法定预算是要在去年的 11月12月底以前要审完 定期会 定期会要审完 市政府每一年大概在7月 准备好市政府明年度要做的预算 在9月市议会开议的这个会期进来 市议员必须要在9月底到12月初 这一个会期把明年要用的预算做完 但是今年我们就审得特别晚 你看到现在3月了 我们还没有审 其实也不能讲没有审完 还没有审 就是我们到2月中 我们采用举手表决 357亿这件事情 这个方式丢回市政府 可是你要知道 市政府不可能去 市政府他一定有每一年的计划 他很多的活动预算 他可能有编1月份要做的 2月份要做 你总不可能叫一个市政府 他说我送一个预算 但是很抱歉 这个预算我1月到3月 中间我都不编任何活动 以免你们市议会没有把预算审完 那当然在过去 我们很少遇到像今年这样的状况 刚刚蓝军你有提说 国民党党团他们还 还有一个声明稿就是说 他们怎么删都不会删到防洪跟防灾 那其实我每一次听到他们这样的声明 或言论 我心里自己的OS是恶心 但是我必须有气质的比较讲 就是还是要讲他不负责任 为什么他只敢讲 我3的57亿里面 交通罚款有5亿8 为什么你讲交通罚款市民 听起来就开心 因为这个讲起来是讨好市民的 所以他就敢跟市民大声的讲说 这里面有5亿多 是交通罚款的收入 那让市民开心 那剩下的他一点都不敢讲了 剩下的他就说 那丢给你市政府 剩下的52亿随便你们编 编因为讲出来的人要负责任 于是呢 当我们省到2月的时候 我们就遇到2月底的马拉松预算 可是蓝军 一个国际级的马拉松预算 有全世界各地的人来报名 这个活动你能不提前4个月开始筹备吗 你能不前3个月接受报名吗 你能够说我的预算1月过2月 我要跑一个国际的马拉松吗 我们要去报名法国的马拉松 我们要半年前报名 OK 而且这一笔预算 其实三预算有很多的技巧 你如果还想为这个预算留活路 你就把它删到剩1块钱 或者2块钱 你要留住这个预算 国际马拉松 这一个名目 市政府才有办法用追加减预算 在时间急迫的时候 但是他们三成零块 三成零块的意思就是告诉你 我就是要让你难堪 我就是要让你国际马拉松死 因为你连追加预算你都不能来 那所以这样子听林文讲起来 那接下来就是所有预算 都是没有的了吗 只要在里面的 只要他们有三的就是都这样 那你比方说内门送江镇 马上又要登场了 这一个城市就一年就等这一场 它有多少的观光收入 它直接砍掉一半的钱 我原来是几百 我记得好像是砍到剩三百 可能是六百万 一个六百万砍一半 我印象中它砍掉一半 那砍掉一半你会造成整个规模 你会造成整个参与的人员 它其实人数 因为你的预算就是受一半 我本来可以一个内门送江镇 或一个马拉松 我一场马拉松下来 我不需要一千个志工吗 你整个二十码的动线 你要有多少的人去准备 你三一半很抱歉 我志工就是 我工作人员就是减一半嘛 那所以他们就是 明目上这个马拉松 其实是就是要给市政府难堪 那后来是因为短短三天 你看全世界总共加起来 有三万五千人报名 是因为短短三天 所有的蓝营的民意代表 全部被网友灌爆 他们就觉得你们是高雄支持 香港的也上网去跟市政府说 我都报名了 我飞机都订了 怎么三天前会听到你们说 我们不能去 这是你们这个城市在做的活动 其实是因为整个市民的力量 让议长不得不接受大家做一个政党协商 在最后的两天才说好 再找一个方式动用预备金 可是问题是接下来 我也常跟大家 我们接下来每一个活动都会遇到这样 所以我们希望预算它回到一个常态 预算回到一个常态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提到这个活动的举办 当然就是会有市民朋友 或者是就是这次议会有提出来 市政府在办完当时 有些人在拼读 比方说他们就提出来 这个有关于像跨年 我们义大有一场 孟师大有一场 市政府你又办一场 你这个有需要 我不知道 郑文你觉得有没有需要 其实这个是 我觉得要充分讨论 这个都可以讨论了 那市府是不是在 其实孟师大那是配合市府在办 那义大是自己又有一场 所以应该是这两场 那我认为说 好我们也可以讨论 那你认为市政府不应该办这些活动 我们来做删除预算的动作 我觉得都可以讨论 所以那应该是你们去年就要 前年就要翻的 是不是 那我觉得不应该是蒙住眼睛 大刀一挥乱砍 比如说不只是宋江镇 你现在万年计也受影响 岗山很有名的羊肉节 这些活动全部都没有 预算全部都被砍掉了 我刚刚讲的一区一特色 这原高线的部分 这些活动全部都没有了 是一毛不剩 你没办法追加减预算的 那对地方的观光产值来讲 影响是非常大 就原高线的部分 所以我想 我觉得这些活动办的好不好 可以讨论 要不要办可以讨论 但是不是大刀一挥 眼睛蒙住乱砍 应该经过议会充分的讨论 是 那说到这个像郑文刚刚有提到 就议会要经过一个充分的讨论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定期会也即将要召开了 那当然年度的很多的重要活动 也即将要举行 这些活动要怎么样举行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可是刚刚李文有提到 可能这个没有讨论的空间 整个项目都删除的话 有没有解套的一个方式呢 两位议员在这边 我都没有插这个事情 所以不知道 有可能 有没有翻案 减一半的 或减不管它减50% 30% 20% 甚至它减掉剩一块 都还有机会把 用追加预算的方式 把预算补进来 但是如果它3成0的那个东西 可能就不会再有了 我们大会就要开会了 那今天我接到 我们党团总召电话 李议员李乔鲁 他说 他可能不会再去认总召 那可能是我们的周灵文 所以他负有重责大任 所以你要问一下周灵文 周灵文是不是 就是未来跟议长的沟通 有报内幕了 目前并没有 没有这样的认识 目前真的没有这样 那所以也期待您 就是能够扮演好 这样子的沟通的一个角色 那一起这个部分 你有没有办法替他们 就是不要是替他们 替我们高雄市民 来讲一下说 好像听起来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你要交给我们市民朋友 来做一个制评 这个智慧很高 理财的这个部分 你说说看 我是跟你说 这个民主政典里面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公法 叫财力 就是说问责 就是说我删除什么样的 那个项目 我就对这条 医生的删除要 要提出辅助人的 那个台独 对 公法 要说服我们民众 对 因为这道没有 所以那是一个 不理性的动作 但是不理性的动作 刚才我们陈议员有说 它是不理性的动作 但是它是要做这个动作 它一定需要比该随的所在 就是说它一定有 他自己的思考 是什么样的思考 稍微带到 那是双棋的思考 是什么样的双棋的思考 我是比较怕 你作为一个 如果他会愿意 为了选举思考 而伤害到高雄的发展的话 那这样的一个 那个政治动作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党派 这样的政治动作 事实上是需要 被选民来检讨的 好好来监督它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说 其实财政的问题 我还是老化一句 财政的问题 其实就是牵涉到 中央跟台湾 台湾 等级以来 中央跟台湾的 财政的分配 的矛盾 其实 去年 九月份 好像里登会民主学校 办一个地方治理的研讨会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其实台湾的台湾的财政 不可能台湾自己解割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中央跟台湾的关系 没有重新进行厘清的时候 包括人事权 包括财政权 没有进行 再次的厘清的情形之下 是不可能解割的 所以胡志强不知道来说 其实台湾的手段 都要团结起来 向中央来政策 我想这才是治标的方式 是 如果说到这个 我们副秘书长 您一定也心有戚戚烟 我知道你们那时候 在高雄关财政局长的时候 你们财政相关的地方局处首长 上去开会的时候 您好像是当时的大炮之一 是不是 你经常就说 是不是不公平 来讲一下 刚刚一起讲的没有错 今天地方财政真的不是 可以自己自立自强 这是制度上的 我跟各位报告一个数字 其实高雄市 我把所有的收入 刚刚讲的 税 费 还有什么各种收入 加一加 有多少 我跟各位报告 19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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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们每年 要赚钱 我们预算编出来 只有1326亿 为什么 因为其中的国税 就占了1100亿 我们就必须缴到中央 我刚刚说 那你的600多亿跑到哈里去了 大着缴 如果这个国税的部分 留在高雄的话 其实我们不用借钱了 而且还有剩下 这是地方的 这是我们 目前中华民国的财政制度造成的 这我要进一步说明的就是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我们高雄市是负债网 负债特别多 这也是制度造成的 我跟各位讲 我不晓得两位议员 或者易其兄 或者蓝军 你知道不知道 目前中央不要讲 中央已经欠5兆多了 公债网讲的5兆多 你讲的10几兆 也有那种根据 但是地方政府里面欠债最多 除了我们高雄还有谁 你们知道吗 台北市 各位一定想不到 台北市跟高雄市以前两个 他不是说吸水滴是多尺吗 不是 老直辖市 为什么这两个欠的最多 这个就是我们财政制度造成的 就是当时大家都认为 北高梁市没有5度之前 99年没有5度之前 北高梁市直辖市 为什么目前欠债最多 我跟各位讲 我们现在欠债是2300亿 台北市是1600多亿 是我们这两个市 欠的最多 为什么 制度不一样 什么制度不一样 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补助 的制度不一样 我简单举例来讲 现在中央有一笔叫做一般性补助 有没有 当时99年我在高雄县当局长 你知道高雄县一年99年的时候 合并之前那一年 高雄县拿到多少吗 113亿高雄是拿多少 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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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差很多 没有讲反 没有讲反 我讲的是实在还有一个18%的补助 这个早期公务员老师这18% 当时中央对高雄县的补助是75% 那时候一年补助11亿 高雄县只要丑4亿就好了 就一年45亿 那高雄市补助多少 我跟各位讲 0 要28亿高雄市要28亿 完全要自从 这是制度不一样的 时间的问题 我们刚刚就是说 好来 補充一点不只是这样 我们看到很多高雄市 雄中市高雄市立的 但是我们看到原高雄县 很多省岗中就是国立高中 就是中央政府直接补助了 那还有很多建设 我觉得重建设 重大建设这才是可怕 铁路地下化工程 高雄市要负担300多亿 在台北市捷運都是中央在资助 我们捷運就花了300多亿 那些大大小小的投资建设 重大建设1000多亿 1000多亿 我想这个是整个中央财政的问题 我想很多人批评高雄市是负债 往是不公平的 那其实真正的负债是在中央政府 刚刚提到五兆1923亿 这是我们的国债 每个平均人民 国民负担23.4万 所以这整个地方的财政问题 应该是由中央来共同解决 不是就把一个负债网丢给高雄市 让高雄市来自己处理自己的财政问题 这样子的一个帽子 这样子一个直接扣过来 对我们其实是不公平的 那当然刚刚一集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当然就是要看这个城市的这个常债能力 我们刚刚听到我们负密 其实我们这个状况是不错的 按照这样的税收的话 只要调整那个上角国库的这个部分 当然要有赖我们民意代表 鼓励你们再上一层楼来替我们做一个争取 负密讲的那1900多亿 里面还有一笔我觉得是绝对应该要留在高雄市的 就是所有的重工业 中石化 台船 钢铁 他们每一年上缴中央政府400多亿 这400多亿你真的你把污染留在这里 你干脆你留一半给我就好 高雄市政府只要再有200亿 我们的小孩念到几年级都不用钱 我们的老人家看病看到几岁都不用钱 你三节要领什么奖金通通有 对我们地方不要留下污染 你看我们的男子 现在就是有一个目标 104年中游男子后进场要签场了 那我们小港人看起来心情不晓得是怎么样 他是要签场但是我们好像是要签村 当然这就是下一个议题了 那节目的最后 我们是不是要请我们在座的来宾 对于就是说市府的预算要怎么样花在刀口上 这个问题能不能办法得到一个最妥善的解决方式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来给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期许 来一期先来 还是一样了就是说台湾要长远的发展 我觉得还是要进行一个制度性的重建 就是中央跟地方之间的关系要重新进行调整 好谢谢 郑文 我们可以看到市政府在这四年 我们的债务额度是逐年在降低 那我觉得说市议会未来在议员在议会審查预算 应该是比较理性不要有政治性的考量 这样才是市民之福 是 谢谢 林文 我想邀请市民们多关心一下 民意代表在省预算的过程 虽然我知道大家都会很忙 可是真的你的关心其实就是一种钳制的力量 可以让民意代表他很负责任的每一条预算的增减 他都告诉你他真正的理由跟他未来要示作的方向 所以请大家也多多协助我们 那也祝福高雄市民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安康 谢谢 谢谢 吴蜜 县市合并已经三年多了 那其实财政受制化分法也还没有修法 中央的钱 钱也没有下放 那为了平衡大高雄的这些区域的发展 还有福利的水平要起义 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来挨注各项的重大建设 如果自由裁员不够 来我们兼顾一下财政的稳健 来适度来举债来支援这个建设 我想大家是应该是可以接受 在这边我更期盼说辅费能够一新 大家攜手同心 共同来努力来达成 这应该是我们高雄大高雄市民大家所期待的 希望在预算上能够大家一起来合作 这是我所在市政府最期盼能够这样 不要再这样砍下去 我们真的非常为难 好 今天节目也非常感谢节目来宾 给我们提供宝贵的意见 高雄现场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这输尽工程简直就是Mission Impossible 以前我们要签好几年 现在我们几个月就把它签理好了 老板可以休息一下吗 不可以啦 你看那些沙石车排起来 可以绕地球好几千了 挖出来的沙石都倒可以填满好几千座的棒球场 我们多做一点大家就多一点保障 走